好啦,是時候告訴我們頻道的觀眾 我們其實真的有四個人 而且我們頻道到底為什麼叫 身皮C5度而不是叫身皮5度C呢? 我一直以為是超級一瓶福德甲 沒有,而且我們現在桌上擺的還是紅酒 好啦,那為了這次的春節 我們來做一個自我介紹的一個節目 大家好,我是布朗森 大家好,我是亨利 大家好,我是Batman 我是Batman 好,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主要就先從我們頻道 到底為什麼叫身皮C5度 而不是叫身皮5度C開始吧 好啦,Bronzen,先來打打看 因為我們當時想要取一個 跟棒球比較沒有關的品質 那同時因為大家看球之後 喜歡配的酒喝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叫 紅酒10度C啊? 我們名叫身皮C5度 然後就在喝著紅酒 假裝優雅 其實我們真的有認真討論 我們今天錄影要不要喝啤酒 那今天實在太冷了 今天寒流剛好來 而且我覺得喝啤酒 我等一下就會出去尿尿 那橫離記得我們為什麼要叫身皮C5度 我的印象跟Bronzen差不多 就是 不想要就是什麼彈棒球啊 或是這種 名字 沒有影色 沒有影色 什麼歌講什麼球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我個人去球場 就是都會買啤酒 真的假的 我覺得去球場如果要上廁所就很麻煩 所以我也不太敢喝啤酒 到底多在意上廁所這件事情 你的膀胱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 好啦那我的印象是 我記得我們原本真的要叫身皮5度C 然後後來不知道誰說什麼 就是欸不然叫C5度啊 C5度感覺比較ㄎㄧㄤ 我就說欸可以 就什麼東西 不管怎樣就用C的就對了 好那尼古倫你的印象是什麼 我自己一開始好像是 我們除了想做棒球 還想要做酒類的開箱 跟介紹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開了兩年 一直還沒有實現 我們現在不是有在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寄 發票給這間廠商 先遮住先遮住 要付費節嘛 現在我們是我介紹完 那我們是怎麼認識彼此 怎麼組成這個頻道 從亨利先吧 我們一開始應該都是 從運動世界寫手 這一步開始起來 那我自己資歷應該是比較淺的 我2008年才開始 那你們是 你們各自是什麼時候開始 我應該最早吧 我應該從高中就是201415就已經開始寫 那個時候是在彼克邦 最早是在彼克邦 就是布魯格那邊 哇 還有在彼克邦的末代 然後後來運動世界成立 然後也認識了一些就是 也在寫文章的 然後我就 對啊 認識他們幾個 然後跟他們後來一起開頻道這樣 好 頻道部分應該大概是這樣 那既然我們都是看美國職棒為主 那大家 美國職棒有支持什麼樣的球隊呢 一樣從 大家都知道的資深紅人迷 其實也沒有很資深 我有認識從90年代就開始支持紅人的那種 超級大前輩 不過我自己是從大概一二年開始 因為那年紅人的戰績很好 但是我在台灣的就是媒體或是 完全找不到任何關於紅人的新聞 或是這種分析 所以我覺得這支球隊太神秘了吧 就開始去了解 太神秘 對就是超級邊緣的 所以沒有關注度的比較好聽的講法就是 欸我們很神秘 知道嗎 對沒錯 那一開始我會注意到的是 那時候王牌投手 Johnny Cretto 還有J Bruce 那時候我覺得Vato其實 就是我沒有特別欣賞他 因為他的姿勢就 看起來鳥鳥的 你說就是會在那邊 然後最後還是這樣子被三針 沒有他很少被三針 那時候 J Bruce就比較有觀賞性 就是純種大炮 只是後來就知道他就是 很忙 越來越忙 一開始沒有特別迷 然後漸漸變成紅人迷 大概是這樣 那你每年有支持的球隊嗎 沒有 我超級忠誠的 那我們就來換同樣也很忠誠 支持小熊很多年的RUNF 那我支持小熊大概是從2003年開始 那個時候就是看Carrie Wu跟Math Prior的投球 那因為那個時候的電視轉部沒有像現在這麼發達 所以我只能從有限的比賽跟街頭賽可以去看球員的表現 然後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時候是 因為Carrie Wu每次出場的時候 他的三針數都很多 所以有報紙會去訪問他的隊友說 在Carrie Wu投球的時候他們都很容易吸 因為太容易投出三針 會讓後面的隊友比較失落 所以這就是讓我加深對這個球員的影響 然後剛好2003年碰到了所謂有名的Potterman事件 然後塑造小熊成為一個百年悲情敬禮 所以會讓我更想支持他們 但我同時還有在看勇士是因為 台灣以前在比較少播美國職棒的時候 電視大部分就是只能看美國播什麼台灣跟著播 那個時候台灣的ESPN最常播的就是勇士隊比賽 所以跟著看跟著看那時候勇士也很強 然後就會對勇士也會關注一些 好 那Brown在這邊講了 我們就後來大家都知道的教室鐵粉 你為我接著講 我今天有戴這個教室的傳家之寶Icon 這個教室帽 證明教室鐵粉 其實會支持教室是因為 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常寫教室的文章 然後那個時候教室還是那種超級大爛隊 就是會在那個分區被騎下去被取笑那種 然後覺得這支球隊怎麼那麼可憐 完全就是沒有人愛然後沒有人關注 然後說好啦就是好像也沒有特別是哪支球隊 就勉為其難支持一下然後就 越看越看越多年 到今年已經是第六年了 所以其實米國你是德恩 對 專門支持作隊好不好 門球隊的 那是不是要輪到Bandman 不對你是基米 好像沒什麼好講 我跟那個鏡頭外的達斯 Nice 他是基米 基米入坑的理由應該不需要解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王建民時代 好那剛剛布朗珍跟亨利都有稍微提到 他們當時為什麼會支持球隊 是跟他們喜歡的球員有關 那我們現在來講的是 在這個時候2021年嘛 那我們現在還各自支持什麼樣的球員 我們喜歡的球員分別是誰 那我們就從 一樣先從亨利先開始吧 欸現役跟退役的都可以嗎 沒有沒有就是現役 現役的喔 對 我必須說紅人的球員八成我都OK 對我都喜歡 我都可以 紅人都可以對不對 都可以 只要紅人我就要愛 大概是這樣 除非像是後援投手有一些爆得太誇張 我也會跟著罵 如果說特別的話 應該還是Vato吧 畢竟他在這支球隊這麼多年 就是看他這麼多年 然後紅人現在又要重整的風聲 就是一直有傳出來 我覺得為他覺得不是 應該不會賣吧 不會賣Vato 因為他現在也賣不出去 兩千五百萬然後打成那樣 你覺得賣得出去嗎 欸那既然你說紅人的都可以 那紅人以外呢 你有哪個球員你特別喜歡嗎 嗯我可以說退役的嗎 可以也可以 好 我以前其實有一段時間蠻喜歡 Tim Laisen肯的 那時候就是他最強的時候 然後山陣就像喝水一樣 真的很帥 是因為長得像陳漢典 不是 不是 就是他投球姿勢是真的 就覺得很暴力 他那個機制很暴力 就小時候不懂 真的真的很暴力 然後看到他的機制 然後還有那個長髮就覺得 帥 很有觀賞性 對 好那我們就換Bronzen這邊 來介紹他現在現役比較喜歡的球員 我現在比較喜歡的球員就是 Kyle Hendricks 小熊的軟頭 軟頭派代表 對 其實還有費城的Aaron Ola 這兩個投手都是比較 都是你Fantasy曾經持有過的球員 沒有 Hendricks我沒有選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今天跑到我這邊了 都被籃服嗎 主要是因為 比較欣賞就是 第一個他們都不是以訴求 著稱的投手 那控球夠好 然後在場上會散發出 讓人會覺得很沉著的這種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種 沉穩內斂的 低調實力派 投手 所以你剛好說你支持勇士 那勇士比較強的 就是那個90年代時期 所以你最喜歡的是MADOX 對 那現在的話 勇士我最喜歡的是MASFREE 不過MASFREE就是這裡面 球威比較突出的投手 從他還沒投出來之前 我就已經非常喜歡他這樣 那我們換教室鐵盆彌補2 你說現役的球員最喜歡嗎 對啊 不限教室隊 不要也不限教室隊 不然你就舉一個教室隊你喜歡 然後再舉一個普通教室 行 我覺得教室隊 其實最喜歡的當然就是 PATIS JUNI 小弟4 因為其實 我從小聯盟司機 就一直蠻看到他的發展 他非常 打擊非常有爆發力 然後球 球風也很豪邁 我以為你教室最喜歡的是PRAYER 教義大師 對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教義來的球員我很喜歡好不好 然後 非教室的話就是 老虎隊的MIGI 以前就很喜歡看他打球 三冠王 三冠王那年是他最有名的 MIGEL CABRERO 這也是為什麼 MIGEL CABRERO 比名一部分就是因為他的原因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太強了 就是大聯盟的代表 好那我的部分呢 因為我看棒球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看 三陣或是速球 所以我現在當代最喜歡的是 SHAIRSER SHAIRSER其實我也蠻愛的 SHAIRSER真的搶很久嘛 因為當初他30歲才跟國民簽了一張7年2.11的合約 然後覺得啊殘啊爛啊 對了 結果他投到現在都 年年都感覺是在兩攤子 屎屎屎屎屎屎 而且還有冠軍超值 三座賽兩獎 國民應該是兩座 兩座 在國民兩座 他真的又很有霸氣嘛 然後很喜歡在那邊蛇來蛇去 投了三陣就 喔 怎麼可以有人這麼丟又這麼強 所以你沒有特別喜歡楊姬的 楊姬的 抓到囉 假吉米 其實我還是蠻喜歡 George或是Toris 但是我覺得 他們都怎麼講都蠻痛的 他們真的都是 太容易受傷 很難一直看到他們在場上表現 就變成說譬如說我這幾年看楊姬 都是看到對很厲害的板凳球員 就想說那 支持啦 哪是不支持 楊姬還是支持 可是個別球員就沒有特別有感覺 因為上場的選擇是太少了 我剛以為你會回答G-Toris或是A-Rod 就是台灣人的老記憶啊 其實我參練打線 我覺得在以前的時候 我也沒有特別喜歡G-Toris或是A-Rod 真的嗎 我覺得Tichiro可能對我印象還比較深 因為他應該也是那個時候算是表現比較穩定 然後又相對健康的球員 你常看就是會覺得對他比較有感覺 對啊 這大概是我們各自喜歡的球員的部分 那再來是要問說 我們有在看MLB以外的指棒嗎? 你讓亨利這邊先 欸?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 如果不是去年疫情的話 我大概很久不會看終止 專注在MLB之後 尤其是開始寫作之後 其實就很少在看其他的 不過我小時候蠻常關注日本指棒 其實我那時候比較喜歡橫冰盾 之前有一度 就是自己一個人跑去橫冰看球 然後兩天一夜的行程 怎麼這聽起來很難 這聽起來很挺困欸 超級 超級 那為什麼後來沒有支持 就 因為你去美國看過紅龍的比賽 沒有沒有還沒有 這是未來的目標 沒有我那時候比較喜歡的是 三浦大福跟村田修一 然後這個你們聽過嗎 有有有 村田修一後來去巨人 然後三浦大福後來退休 然後就越來越少關注 三浦可能是今年或明年的 轉教練 有可能 有可能 好那Bronzen這邊咧? 其他國職棒的話 日本職棒以前看民視的 就是跟著看大龍鷹的比賽 那時候比較喜歡是 他們的投手騎得很合適 那 哇 好久以前 我們走進了時光隧道 大好久以前 我們走進了時光隧道 江古的時代又來啦 台灣的話 我最早其實是從看TM沒有開始的 就是那個 納魯安職棒 那就是看 那個聖寶太陽 哇 哇 中央職棒那時候反而比較少看 那時候 中央職棒比較常看的是統一吧 那時候只有對黃甘寧比較有印象 所以我後來 兩聯盟合併之後 我就是支持太陽類 然後但是因為後來就 成太嘛 對 變成成太 對 變成成太 那只是後來成太後來就是收掉了 黑掉了 對 因為 換手了 後來一些問題 沒辦法繼續支持 那現在是比較加減看的話 就是看樂天吧 因為樂天的前身就是金剛 也是從納魯安出來 可能就會比較有一份那樣的情話 這樣子 好 那換米菇的這邊 喔 這個日本的話其實 以前還蠻常看西武的比賽 就是小說會玩那個實況野球 然後每次都會用松阪大波 就說喔松阪大波好強喔 就是遊戲中就是殺翻全部人 然後那時候有認識到其他球員 像是清源啊 或者是 清源合併 清源合併 對 清源合併 對啊 然後張志佳 徐明傑那時候也在西武 對 然後這幾年 比較少看日本啦 這幾年就台灣看比較多 台灣的話就是 詩迷啊 詩迷 一直以來都是詩迷 喵喵喵 今年爽到 今年變詩迷 今年拿冠軍啦 那我 其實宗旨 我最早以前就是支持 同一時 可是那是因為他們有判詩迷 我剛剛有講過 我看棒球很喜歡看很強的投手 那判詩迷就是 那個時候 剛開始看的時候 宗旨最強的投手嘛 所以我那時候 也有支持一段同一時 那後來 大概是 三連霸之後 我就比較少再看了 我原本以為你 MLB支持陽雞 是這麼主流的 我以為你會說 宗旨會看爪爪 沒有沒有 我跟達士是不一樣的 要對幹了 沒事沒事 其實我也反爪 所以我去他的那個 直播趴的時候 我根本是看了 蠻開心的 對啊 因為到時候 大家都是反爪 那日趾的部分 其實我只有前幾年 因為 楊帶剛還在火腿 還有大谷翔平的時候 看比較多 火腿的比賽 對 而且我覺得火腿算是 日趾比較 觀念比較新潮的球隊 有很多科學化的訓練 對 然後立山英書 又看起來是一個 很好的老伯伯 那不是傳頭球的書 對 然後他帶拳的方式 也滿不一樣的 而且他 我之前聽到一些報道 他也都是那種說 拳人就好好打球 折任我扛 我就說 有肩膀的男人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火腿 大家都知道 他們比較沒有錢 所以基本上 只要像楊帶剛 如果你到一定成績 即便只有學人之後 就只能放得走 所以其實 立山他都是在帶一些小朋友 可是他都可以有帶出那個氣氛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其實看火腿 那時候把大谷翔平給簽下了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日本人的 一種操作方式 對 那一個日本球隊 他可以搭一個高中生 說你要做什麼 我們都全力支持 你要二刀流 我們也讓你做 這在一般如果說是 獨賣巨人 或是板神舞的時候 看看很浪靜太郎 他的對照組就知道 就是一個受日本傳統學院 跟非傳統管理的差別這樣 那既然大家這麼喜歡看棒球 那大家平常在打棒球嗎 都很 還是我們都是 鍵盤學手 鍵盤 專門鍵盤手套 沒錯 春秋迷 我覺得打球應該只有布朗森而已啦 對 因為我大學是有打 那個快速雷球 跟那個彈的Josh一樣 對 而且 拍一下關係 然後投手被 他也是投手 我有問過 私下以前有私訊跟他 然後再拍一次的關係這樣 不過 就沒有機會再大專輩對過這樣 所以你們算童年 他比我大一點 但是我後來回去推算 以前我們念大學去打大專輩的時候 可能有重疊到 對 就是沒有對上成大比賽 可是你現在還有回去打OB賽嗎 有 偶爾還有再回去打比賽這樣 所以說應該是我們私裡面比較 稍微不見盤一點的 那你趕快就要去打OB賽 你就有機會再對壘了 我高中是滿喜歡玩棒球啦 一個禮拜會打一次 不過就是大學之後就沒有再打 民國人 我完全都不會打球 就是跟完全不會打球對不對 超級後嘴炮 專業鍵盤嘴炮 可以可以 我其實也是高中的時候有打過一陣子 然後那時候還有跟校隊一起練球 不過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覺得說 畢竟人家是花很多時間在練 所以他們上場機會比較多 你去都是陪練陪練 打比賽還是相對有趣 可是因為你又不是主力球員 你打比賽沒什麼上場機會 對就是做板凳 就變成說你都只有訓練 然後都沒有什麼上場 然後後來就比較沒興趣 好那我們接著就回到頻道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應該做了有 100多支影片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最喜歡的影片 幫你這邊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想到 就是又是紅人的 我還是對於當初做的那個 三巨頭之夢 就是那時候 Therr Bauer進來 然後休賽季的時候 我有做一支影片 那就是在講就是 紅人的艦隊規劃是 以三個牆頭 Castillo 然後Sunny Gray 跟Bauer 作為一個根基 然後再去補牆這樣子 當然因為是做紅人 所以我當然做得很爽 很開心 然後觀眾也滿通常的啦 所以那支對我來說算是 我比較喜歡的 不管從做的時候還是後續來看 那BRONSON 我最滿意的一支作品就是 我們講那個太空人作弊事件的解析 欸? 起爭議大師來了 爭議大師 是因為本身不管是 以前學的東西 或是現在工作上的東西 都專門在跟人家起爭議的 都專門在跟人家起爭議的 他們吵架了啦 假批是失憶了吧 對 所以會對於這一種有 會有爭議的東西 或是說比較制度面的東西 都會特別的有興趣 想去了解 那太空人作弊事件那個時候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跟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才顯出 讓我非常滿意的作品 那內部的觀看數也 突破天際 也沒有到突破天際 那時候啦 我們那時候好像第一部 破10萬了 對 我們現在最多人看還是內部啊 對 我們聽到最多觀看的 不管是面子或裡子 我覺得都是讓我非常滿意的一支影片 之後做的所謂中職養降育成症 這種也是比較涉及制度面的東西 就是我非常喜歡的類型的作品 好 那我決定讓我們這邊先講 我怕我等一下忘記 因為我 其實我大家都知道 我過去疫情的這一年 讓我對棒球有點 型和藝人 沒錯 因為都沒什麼比賽 我都想說這邊就消失了 都沒有在做影片 因為那時候我就做了一個開季的 然後下面就留言說 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要因為疫情暫停 然後我就覺得 對沒錯 你講到我最心痛的 我現在最滿意的應該是 亨利跟那個 一瓶福特加拍的 B2倍同學 因為那集是我出的題目 那我對於我那次出五題非常滿 其實你題目出得很好 只是我說 10題 剪答5題選擇 你變成 9題 剪答 我就問號 大家要知道台大聲也會算錯 數學的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著 心裡想著實體嘛 就實體啊 然後第10集就開始出剪答題 那集的流量好像有點不如預期啊 不如預期 所以大家應該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好那換你過來這邊 你最喜歡的影片是 我覺得應該是鬆緊修型的影片吧 因為它是本頻道 觀看第二多的影片 不是現實啦 觀看越多我越喜歡啦 對 沒有啦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做一些 球員故事類的影片 我覺得就是 用一個有架構的方式 然後去把一個人的生平 還有他的一些事情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一直都蠻喜歡的主題 頻道經營至今 大家有什麼心得 我們大概是從 是不是從18年的二月 第一開始 18年二月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 我一直記得是二十八號 欸不是吧 19年啦 19年開始 應該是 19年啦 18年我才開始寫我一張 19年因為 今年是會賣入兩週年 對啊 二一年了 我們才做兩年 今天很多事情 都要多出一百多支影片 真的慘了 19年啦 是你們有四個人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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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少了 19年我們第一支影片 是那個 Machado 對去教室 欸對 第一支就出FA 第一支就是教室好不好 教室才是 我們這個頻道的那個 好棒 原來是主Key喔 超梗 但可惜應該不是流量的擔當 但是那個時候不是 今年就是了 還奪怪是不是 你想著奪怪 對 大家對於就是 金影之經有什麼樣新的嗎 哇 這可以聊很多欸 拿酒來 拿酒來 來來來來 多倒酒吧 我們先倒酒 來先倒酒 先倒酒 你邊說 嗯 其實我覺得 這一個 金影這頻道 算是一個 自我成長的一個經歷吧 因為 我這 從小到大 算是第一次 有機會長期 跟人家 合作一個 東西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 就學的東西 是不需要去 不太需要去團體合作 對 所以對於來 其爭議的部分 就是專門跟人家吵架 專門跟人家 專業吵架 單刀直入就夠 吵架 不需要找其他人來畫家 這樣 那因為那時候剛好 就是跟幾個自從到尾的朋友 然後 有了一個共同目標 想說 我們一起去努力 那時候 前面有一個成功的例子 那想說 我們 也可以來試試看 繼續判官是台南的 Josh哥 Josh哥 我們是移民為目標的 那其實 在這邊才是學到說 所謂什麼叫做 分工分作 那其實不只是所謂的 工作商的東西 那 私底下其實也學到很多 就接受 或是說一些 你要如何去接他一些 不如你意見的事情 這我覺得都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 和好的學習經驗 合作啦 因為四個人一起做事 難免會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都很正常啦 對不對 雖然我們滿長時候是 就是一個人自己出自己的影片 可是其實我們也有滿多是合作 對 就是有討論分工過的 不妨生寫膠本啦 無錄音剪輯 或是亨利剪輯 或是什麼樣的情況 各種組合都有 要看我們去怎麼樣分配 有一些大計畫的分配 就是真的很麻煩 什麼開季分析啊 季後賽這種 像上次直播 你們三個不是也是 因為第一次直播的狀況 也不是很順利啊 對 就是後來有經驗之後 才越來越上手這樣 對啊就是 還有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可以在這邊培養說 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吧 解決像 哇 哇好正經喔 高層次耶 哇 成立頻道是為了解決大家生活上的Wood 哇 提升我們那個層次 其實就是像季後賽直播一樣 對像因為 我剛剛看見就是從 季後賽第一場一路直播到最後一場 嗯 那其實我們前兩天就是 真的是碰到很多問題 因為像我白天也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說 欸 我這樣兩頭燒其實這樣也是 蠻累的 但是我也知道說就是 我今天這麼辛苦就是 我要跟我的夥伴們 一起完成一個 以前就設定好的目標 就那是一種成就感的追求 哇 鐵高這個層次我們後面比不上啊 我只要讓你最後一個講 來來來 所以人說這 將近這兩年來真的是 就是歷史很多酸甜苦辣 真的是學到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謝謝 謝謝布朗森的那個 分下一屆 市議員的那個 當選感覺 對 好 突然亨利放 好 其實這件事情我之前沒有跟觀眾講過 其實我 從 前年的 其實你是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你想Cue什麼 你到底想Cue什麼 其實從前年的五月 我就是 就是 辭掉原本的工作 然後開始 投入在這邊 其實像是去年 是真的蠻煎熬的 就整個工作計畫 就是除了影片以外 我又在寫文章 那不管是影片計畫還是 寫作的計畫 全部都被打亂 然後其實去年一年 是真的蠻煎熬的 但是我覺得去年 很多有趣的東西就是 我買很多器材 然後開始試著有不同的合作 不同的計畫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有趣的 雖然有不斷就是 有大家的意見進來 不管是批評也好 讚美也好 鼓勵也好 我覺得就是這個過程 整體來說 我還算是蠻開心的 好啦 看到芬妮這麼辛苦 大家 就是 沒關係 沒事沒事 這個嗎 再忙一下 再忙一下 沒有啦沒有啦 不需要 不需要太刻意 過年的紅包錢 大家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就是多看我們頻道 然後多支持 那應該說 做這件事情就是 一開始會投入這個領域 就是我的熱情所在 我對這件事情有熱情 喜歡寫文章 喜歡做影片 喜歡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跟分析 那我覺得這一路的過程 我是 還蠻充實的 然後 跟你們三個合作 我也是覺得 你們有很多不同面向 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我看不到的 好 那 你過這邊 對於 經營頻道有什麼樣的心得 其實一開始我會投入 也沒有特別想法 就只是想說 這個 YouTube好像很多人在做 那 也許我也可以來做做看 所以就直接就 一頭塞下去 然後 可是也是真的起步之後 才發現 就是 寫YouTube完全 跟文章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 對 一開始我們還想說就是 直接把文章翻來 對 一開始根本就是直接在念稿 就是 把文章的東西直接拿來念 棒子 欸我們現在不是 欸 好不好 對對對 現在有搭配很多的剪輯技巧 我那天聽你那個錄卡亞斯科那些 我靠瘋狂報應 你也在開玩笑 那是以前啊 那是真的 現在真的差很多 這一年多做下來也是 越做越有心得啦 然後學到很多事情 就是包括像是 互動啊 或者是一些剪輯啊 然後 我覺得 也是算蠻有收穫的啦 真的 好 那現在就輪到我講 經營的心得 那我就是為了那些 晚上睡不好的朋友 他說 藉著我的聲音 讓大家比較好入睡 我已經不知道在留言看過幾次 他說他的聲音很催眠 超催眠 超催眠 可是我去聽我去年錄 嗯 超級催眠 待會再講什麼東西 對 我現在應該 比較有精神了吧 這一點過得 就是比較 感情生活比較好 欸 好 好啦 講正經的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寫我們這張 覺得好像觸及就是到了一個頂點 受眾就只有這些 那我們就想說 換一個平台試試看 可能就是YouTube那時候真的很紅 那我們想說來做做看 看能不能觸及到我們 更多的受眾 更多的觀眾這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YouTube 但 也是剛剛亨利講的嘛 最重要的就是 這是我們的興趣所在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 持續的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 也都還很喜歡 雖然說有時候會遇到 像是什麼 稿啊寫的就是完全就是文言文 或者是 什麼念都不順 你想說到底為什麼可以寫這樣 對啊 要潤稿啊 對啊 要念過啊 或者是什麼 在聽我的錄音的時候想說 哇 這人怎麼可以講話這麼催眠 然後撿到睡 沒有這個經驗 對 好 但就是大致上確實是一個 滿特別的體驗 但我也覺得說 做YouTube的心得 所以我可以做到說 現在這樣 有一些 喜歡我的朋友訂閱 然後有個 一萬多的訂閱數 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持續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 我還蠻喜歡之前有一個人講說 就是 不是你不夠努力 是你努力也不夠久 這種感覺 所以只要你堅持得夠久 就還是會有你的委員 所以我們的想法 應該大致上是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既然到了新年 那我們新年有什麼樣的願景呢 彭麗 好我隨便講喔 因為反正就是願望嘛 進入2022年之前 達成5萬訂閱 我覺得有 我自己講出來都覺得有點 有點不太可能 但就是 新年願望 可是我最近看一下後台 好像有75%的觀眾 是沒有訂閱的 所以我們的 藍海空間 我們的追求目標還有 還很大 還很大 成長空間 那 Bron 什麼呢 希望新的一年還有碰到 可以讓我 可以很興奮的題材 然後可以跟我的 夥伴們一起完成它 做出我更滿意的作品 好大家注意啦 爭議題材 看哪一堆最近可能又有作弊的嫌疑 趕快 要起爭議 起爭議 好米估爾 新的一年 教室奪冠 好結束 有其他人嗎 還有什麼願景 沒有啦 教室奪冠當然還是很重要的啦 然後就是 大家都可以做得開心 然後 繼續投入在自己 有熱情的事情上 對 然後我頻道當然也 繼續成長 那我這個部分 最簡單好不好 疫情趕快結束 這也很重要 所有的 運動比賽都可以正常化 不要再讓我一直看股票 我真的也很想看股票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新年特別計劃啦 那新的一年就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度過這一次的疫情 好希望我的話記得按讚 訂閱 按小鈴鐺 分享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好 掰掰 掰掰 可以去連結 有個最終的錢